今天是10月16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A股三大指数目前是全线下跌的 而且创业版的跌幅达到1.87 跌幅比较大 在这种行情下 A股盘面迎来了大分化 尤其是热点板块科技板块 今天可以说是分化很严重 那么科技走完了没有 科技下跌是不是机会 还是说这个科技下跌了 我们要撤退了 我们要该跑路了要跑路了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这个热点的科技方向 做一个技术的解读 如果大家对这个方向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的 仔细听听完后心里就明白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讲的一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还有就是大家觉得无聊的 可以去我的橱窗 看一下里面有一些实在的又便宜的好货 西瓜视频等应视频都可以看 好 我们来看末无前的指数 在这个位置确实是让人非常的纠结 让人担心的 在周末高层连续放出的重磅 就是限制油圈做空 对吧 但好像股民并不买账 在这个位置 他已经逼近了前期低点3053 这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说的不好听点的 就是大家都在等信号 等什么信号 等市场底的信号 所以大家不要急不要慌 手中有票的 如果你的票是笼合板块的 人期板块的 没必要纠结 但是你的票是属于弱势的 我觉得大家要考虑一下 是否能够去弱流墙 还有就是在今天盘面出现一个明显大分化 为什么说大分化 大家看一下后排的话 要多支票大跌 跌停 而且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也是一大片 这就是一个分化很严重的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今天跌幅居起的 比如你会发现其实很有特点 今天跌的几乎都是科技股 大跌的几乎都是科技股 科技股为什么会大跌 其实很简单 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对吧 比如说好上好直接被按跌停的 华丽长通今天也没顶住 也目前跌了9个多点 包括中复电路 节融技术这些都在大跌 那么这里大跌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机会还是风险 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高低切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上面 你要注意 尤其是在近期市场 表现强势的是谁 华为概念 大家看一下华为概念 今天仍然也十几次票是涨停的 十几次票是涨停的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高低切 这个高低切我们怎么看 你看目前的华为是吧 它跌幅是一个点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什么 就是市场它并没有走完 也就是说华为概念它并没有走完 只不过是资金在做一个勤坤大挪移 从高位暴涨的调整到低位的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如果你的票是前期的 人期票龙头票翻翻的翻几倍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它是增长还是假涨 能够顶住分歧顶住压力 那么后期还会涨 但是在这个调的过程中 如果它顶不住了破位了 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考虑撤退 去若留强 华为概念 在今天认了也多支票是涨停的 而且也十几次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从这些票里面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感觉就是什么 又是一个高低切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偏向汽车和消费电子这一块 对不对 汽车这一块电子这一块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但一定要 忍住手不要轻的去追高 为什么 看一下前排这些涨幅居行的这些 其实很难获有持续 因为今天很多都是什么 刚刚启动的 刚刚上涨的 或者说有些是刚刚涨停的 这个持续性还真的不好判断 还真的难以去什么去跟踪 当然也有一些票 有有特点 比如说像昨夜科技这种票 你看 下午直接拉涨停 早盘的话最低多少 最低是6块1毛5 差不多跌停 今天是什么 从跌停到涨停 这是一个递天 所以像这种票的话就是什么 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靠运气靠赌 在下午拉伸之前 没有人知道它会涨停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注意这些变化 但是整体来说 华为方向的板块 我觉得还是值得重视 值得大家留意 它并没有走完 后期还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现在属于一个高低切的动作 当然高位票的话 今天是几乎全线崩盘 也别不说没有机会 还有两个票是比较鲸挺的 所以两个一个是朔贝德 对吧 这个票你看目前还是属于上涨的 而且它涨幅也是比较大的 还是属于高位票里面的一个核心票 这种票的话 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不能轻易的去这个位置 对不对 看着五天均线线 偏离五天均线线 不能轻易的去追 不能轻易的去顶 如果你做错了 我想短期可能会面临风险比较大 还有前期的一个核心龙头票 红维科技 今天再次出现一个什么 历史的上涨 你看没有 今天早盘冲高 跳出要再次拉升 这个票还是属于一个什么正常的进攻 它是属于华为概念叠加科技 算力等等这些方向 所以它走势仍然很强 对于这种票 我前期跟大家讲过 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五天均线线 五天均线线能够守得住 我们看多 守不住 撤退撤退撤退 就这么回事 而且你实在想参与的盘中有分歧点 盘中有急跌 我们在在低点附近可以做个跟踪 做个低息 对不对 如果说没有票的 对不对 你想实在想参与的 可以这么操作 但是一定要忍住手了 不能轻易的去追高了 为什么 因为高位票出现沙跌了 出现分换了 那么你要 是吧 一旦你追高做错了 那可能就是大面 大家注意的 你看后排的话 多支票大跌的 跌幅比较大的 对不对 包括近期市场上的一些什么 一些大涨票 结融这种票都出现了一个什么 杀跌 而且跌幅比较大 7个多点 其实这个票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他在这里出现一个5倍以上的涨幅以后 他的短期的走势就结束了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方面 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说了5天线 破掉位以后 你该测还是要测 该跑还是要跑 你不能轻易的去点 不能轻易的去追了 这策略这个思路 是跟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 还有就是在近期市场上一些核心票 一些人机票 就是涨幅比较大的 今天也出现一个沙跌 出现一个跳水 那么怎么理解 就比如说 你看一下近期市场上的这些核心票 对吧 比如说像华丽创通正的票 今天也跌了 而且跌幅比较大 这个票我在 周末跟大家重点讲过 我是吧 他在这里 他出现一个什么沙跌 但并没有跌破 而且我跟大家说过很清楚 这种票以超短线的失度去 如果说超短线失度 他这个5天倔强线 守不住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在注意该测还是要测 要什么要回避 规避风险 对不对 有些人说这种票的话 我能不能止损 能不能加仓 其实说真的 这种票的话 高风险高收益 如果你明摆着我在这个位置去赌 去做个 但是明明发现他不对了 你还去什么 还去赌的话 那绝对是什么 不太 不太我们是不太明智的 但不爬出后期 他继续上 这个位置走往没有 我觉得他后期还是有机会 暂时冲高 但是需要一点时间 也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什么 调整好几天 好几天对不对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你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 短线 尤其是短线选手要回避 或者规避这种什么 高位的风险 当然 有一个前提 跟大家说过 像这种核心票 这种人情票 你要记住一个点 他强支撑能不能守得住 守得住 我们仍然可以觉得他 可以看多 但舍不住的话就准备撤退了 这是大家注意的 科技版画今天是明显的一个分化 华为概念也是一样的原理 你看 另外一个就是科技相关的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方向今天颠覆也是一个点 但是你明显的发现 机器人这方向 今天涨停的票也是比较多的 怎么理解呢 其实好办 在操作过程中 朋友们要记住 我常常跟大家说的细节 就是到了前高附近的时候 到前高附近的时候 你去追高要小心 但是说并不是没有机会 其实有些话 是吗 有些其实就是一个高低切 包括在周末也跟他说过这事 以后有句话我前期跟他说 咬住龙头 咬住主线不放松 你的票是不是主线 是不是龙头 龙头是不是能够守得住五军下线 那么守不住的话 那么你该撤退 去做留强换股 对吧也可以去潜伏低位的 你像这种华丰科技也好 都是属于低位的 但是你会发现 像这一家 像四川长红阵的票 今天涨停了 那么就属于突破性的上涨 那么它会不会成为新的核心 新的龙头 所以从技术方面说 这种突破后 大家记住也是以超短线的实度去看 超短线大家知道吗 就是在这个位置 守得住我们看多 继续躺守不住的话 该凑凑凑对吧 就这么回事 就是这么个节奏 你看同方也好 包括进通也好 它都是属于低位补充的 从技术方面来说 今天的机器人板块个股的话 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整体指数表现比较差 尤其是像长青这种 对吧 这种票就有意思了 你看每一次打到低点 它就什么 拉起个长阳长阳长天板 其实这种票最好的策略就是在这里 对不对 撒了点低点我们就潜伏 我们就低吸进去 然后它盘中出现这种大阳线急拉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考虑获利出逃的一个机会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整个盘面来看 今天市场 分化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科技板块 分化很厉害 就是说资金开始从高位的票里面 高位的票里面出货 你后来去低位里面的票去做一个补涨 你看今天 虽然说指数不太没力 但是这些涨停的票 还是有很多的 你看多个板块 汽车也好 这个华为概念也好 这个机器人也好 还是超过十字票以上涨停的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市场仍然属于一个什么 仍然属于一个题材的炒作中 但是题材它属于一个轮动轮换 所以在操作上面 接下来我们不能轻易的再去追高了 我常常给大家说过 我说你做短线的话 要不你就咬住最强的核心龙头 要不你就做低位补涨 尤其是中间的位置的 特别要小心特别注意 那么如果说你的核心品种 就是说比如说科技华为这个方向 你的核心品种守不住的强支撑 那我们该撤退还是要撤退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到 不要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 现实跟想法往往是什么 存在很大差距的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